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41位演艺新秀 让大家更了解他们所有的明日之星 Let's go 最强舞蹈 新秀严严不出场啦 这是我第一次看过这样的模仿 如果我们光看到这个表演名单 我们就会考虑不接了 会 有点自信好不好 我还有一张四面P 有谁会四面P呢 我跟你八面P 我发誓我们真的没有投放CD 每个角色都很到位 是不错吧 然后我看到就整个漏尿 漏尿 你不能太累了 你伤得太散了 今天是一家人 是不是一家关于春节 谁呢 我没有发音是谁的 谁是你的 我是我的 把银铁当时 当时 当时快要让得 残酷通告二选一 残酷通告二选一 你们要帮我保保险吗 开始走 我真的不敢跳 好可怕 妈 我爱你 咱们 你最不想上哪个通告呢 大胆唱唱 果雪福 你退位吧 性感身材 明月的双眼 她是即将席卷 宅男界的未来女神 她是即将席卷宅男界的未来女神 身材很像宁燃啊 好大眼明 艺能界拉紧爆 最具威脅力的新人 她的音樂 她的聲音會讓人中毒傷 我發自內心很高興 你是台灣人 各位觀眾朋友 預備 李美妙 表演時間 歡迎主持人收看 最強大國賓 漂亮啦 漂亮啦 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鍾綠晨 我是台灣主持人夏宇翔 歡迎夏宇翔 大家好 謝謝我們的Selina 在準備她的這個演唱會 演唱會的巡演 非常的忙碌 一定要跟她送上非常… 什麼是水果 是 送上一些好的謝禮 這麼好的機會 能站在中式的舞台 對啊 而且是大型綜藝節目 我第一次耶 我們不用再做菜了對不對 真的 不用再油煙 我說可以穿高跟鞋穿了 終於可以穿高跟鞋 真的 可以穿漂亮 身材也是曼妙的對不對 是… 好笑喔 有喔 取笑的 買脫油煙了 太好了… 夏宇翔 來 今天帶來的菜名叫做 沒有菜名 我不用再做菜了 我不做菜了 是的 我們透過我們的全新企劃 這國民大搜查 透過不同的角度 類似像田野調查一般 讓她知道她們到底在想什麼 今天邀請到41位演藝新秀 擔任異見團 他們分別是來自於 不同領域的新人 像是最近宣傳唱片的 熟男團體Iceman 與下面更精采的 無尺度動鼎樂團 還有從選秀節目出道的楊成君 也發行了個人EP喔 而青春無敵的OPAS 則是跨海與韓國合作初級 除了歌手 我們還有最近人氣不斷攀高的 Uniform Color Boys 與全能搞笑的六小福 幼兒台裡最親切的哥哥姐姐們 和活躍於各大電視節目中 一種似曾相識的陌生手面孔 來 今天我們擴大時候的範圍 立刻在網羅了我們的圈內 41位 算是新人 對於素人來說 他們算是學長學姐 對不對 但是要在台灣這樣子的一個 而且是喜新厭舊的台灣演藝圈 要能夠在這邊落地生根 要留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相信要費很大的功夫 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現在其實通訊軟體 非常的發達 而且所有的選秀節目 都在選秀都是新人 你要每個人都記住他的名字 真的很困難的一件事 是的 長江後浪準備要推前浪了 尤其來的搞不好還是 不是海嘯 不是浪兒 不是浪兒 歡迎41位學長學姐們 歡迎大家 本週最強大國民邀請到了 各界的觀察家 首先歡迎言辭犀利的麻辣女教師 曲家瑞 和高學歷的男孩弟弟阿本 以及有拼命三娘封號的小嫻 和甜心女神張景蘭 最後是號稱什麼都敢玩 但有嘔吐鬼之稱的Eason 遊戲規則 首先來看看範例題吧 演藝新秀想在螢光幕前展露頭角 他們會選擇出寫真集 還是單取EP 來讓觀眾記得他們呢 由五位藝人觀察團進行猜測 到底哪位觀察員 可以猜中演藝新秀們的選擇呢 Oh yeah 積分最高者能夠獲得 由知名燒肉店提供 總價6000元的 頂級和牛燒烤套餐 來自澳洲的和牛樂野牛排 肉質細嫩 保證讓你旋轉再旋轉 還有這兼具視覺與味覺的奢華套餐 更是讓人抱著畢生的決心啊 至於終極懲罰 就是讓藝人聞風喪膽的 恐怖天堂路 在這段長達三公尺的走道上 最終書家將面對 三個神秘的恐怖鄉 當主持人打開箱子後 他必須踏過箱子 依序完成三道恐怖的考驗 今天究竟是誰 會遭受如此可怕的摧殘呢 國民大搜查 最難學進化才藝二選一 模仿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 卻不是每個人都學得會的才藝 模仿主要分成三種類型 外觀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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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歌詞 歌詞 姿態 不足先等過敵人踏過你 我曾經牽手走火 然而在模仿的最高境界 就是同一時間內 模仿多種角色 今天我們就找來 兩位模仿界最強高手 一位是72變小舞王 另外一位是聲控魔王 他們都可以在同一時間內 模仿十個以上的角色 第一位72變小舞王 紅人 擅長模仿對象 Michael Jackson G-Dragon 羅志祥 Rain 紅人三歲起 就參加各類型的舞蹈比賽 並屢獲夾績 更是在2013年 參加超級魔王大道2 以多變的舞蹈風格 拿下了總冠軍 Energy Dream 看在那兒 Motory 希望哪個三個目光 Motor 今天他要挑戰以一首舞曲 融合15位模仿角色 創新的舞蹈進化秀 可是讓紅人吃足了苦頭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跳舞 然後融在一起 就很複雜 有時候會跳錯 這是一個全新的舞蹈 可是我會盡全力跳 觀眾朋友們 請拭目以待吧 B10人舞蹈模仿 最強登場 馬上就要歡迎紅人 所帶來精采的 模仿的舞蹈大會傳 請看 請問太早 難過 經濟場 你觀眾太多 換手 沒懂 不愛你走過 誰在聽我 快說 來聽掌聲也不會過 我想 打破 雨的心裡頭 你會可憔中 紅色不不要 我和你沾兩頭 明明看是誰心足夠 給我一點笑 扶子裡的從 這是非你不可 今天你要背著我 你愛得出場笑 不記得動 你也有手偏偏邀請 一直有人回頭 沒給那麼久 告白不必燈亞洲 我不介意 像這種休息交給我走 賽 賽大師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誠誠啊 誠誠啊 包圍儀 對喔 哎呦 好強 好可愛 少女時代 蔡依麟 舞娘 好可愛 對益心也可以叫 有機會 送黑黑 這也可以 剛剛是沈玉琳嗎 風力水 風力水 你到你的心將屬於我 掌聲鼓勵 好厲害喔 好可愛喔 好厲害喔 第二屆超級魔王大盜總冠軍 太厲害了 好強… 紅人今年幾歲 9歲 9歲 剛才裡面一共模仿了幾個人跳舞 15個 15個 而且他厲害的是 有些是我們年輕人 就是現在流行歌手 有些甚至有到鳳飛飛耶 你有看過他的影片嗎 鳳飛飛 就 看有些模仿人 然後模仿她的動作 你就模仿她表情 模仿她的人的模仿 並沒有看到本人 對 那是誰跟你講說 菲玉琴是這樣跳的 她剛剛學得很好啊 菲玉琴怎麼跳 菲玉琴 好像喔 好可愛喔 她基本上應該是模仿林俊毅 我覺得 有點像 剛才我們的觀察員看她的表 看她的表演 小嫻 她就是Rain 可能 而且跟她跳舞的時候 一眼神有多帥 對 她超級有電眼神 她專業的時候超級專業 合幾九歲 十幾二十九 三十九歲 四十九歲我們都做不到 我覺得好棒 這是天才 就是天生的 她跳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有誰覺得 你們自己也可以做到 這樣子的一個模仿 有誰 阿玟 我就知道了 來 她的表情就是 就是一副不認輸的樣子 對… 請問妳 妳說妳現在幾歲 她只剩妳的一個尾數而已 妳跳幾年 大概幾年 差不多 我從四歲開始學 她跳了快五年了 我跳二十一年 好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前輩的那個設計跑出來了 我也是舞蹈老師啊 對…不好意思… 我是新人啊 對… 要低調一點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她身為一個小孩子 能夠跳到這樣的水平 其實是非常棒 她才九歲 我的眼鏡呢 我身為一個主持人 對… 對… 你身為這位資深的新人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覺得 一個小孩子能夠跳到這樣的水平 是真的非常厲害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一些缺點 為什麼 因為她小孩子嘛 小孩子其實有 我們剛剛看她的是大肌肉 她所有動作都是大肌肉 但是其實還有小肌肉 比如說我們手指頭 小肌肉 手腕 你要跟我聊小肌肉 我是蠻厲害的 我也還不錯 我覺得怪怪的 我也還不錯 對 就是有一些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表情 因為小孩子就像 曲老師講的 就是表情的部分 還是有小孩子的純真 但是如果 既然這個是模仿 我們一定要一次到位 對 那等一下 那阿文你可以展現一下 展現一下小肌肉跟那個表情 不然這樣子我來示範一些東西好了 好 可以嗎 好 其實你就是為了送專輯才出來的 對不對 也不是 不盡然 陳哥好 謝謝 小姐好 我們是Iceman 史上最年長的團體 小肌肉在哪裡嗎 快點 小肌肉咧 快點 她現在示範的小肌肉是嘴巴 好啦 這兩片洞飯 其實 你先講她剛剛有幾個 你挑兩三個 你覺得她不夠像的地方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好 比如說Wonder Girl Nobody nobody but you 你剛剛做得還不錯 可是你的那個表情啊 還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這隻手指頭 她可能會 很大的動作 這就是大肌肉 可是我們其實著重在手腕 Nobody nobody but you Nobody nobody but you 哇 有耶 有的咧 這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Wonder Girl不可能是這樣 Nobody nobody 對 這個就是有點Over了 對 有點看不起這小朋友 不是 我是非常的尊敬她 所以就可以做到這樣子 然後還有郭富城 因為郭富城他其實 我對於香港的舞蹈 跟日本舞蹈 韓國舞蹈 都很有研究 香港的舞蹈 他就是腳要打開開的 對你愛愛愛不安 你有走音嗎 Kiss有點趕快的 你走音 我們這樣子都有露線啊 老師再給我一次 對不對 再給我一次 真的要唱要好好唱 你是個團體 好 OK OK 對你愛愛愛不安 他的腳一定要有前弓 後劍 前弓 就是會有這些 然後郭富城很喜歡 車45度 45度 那你都是正面的 對耶 這個很細耶 對 預備 來 跳一個 比較細節的部分 預備 7 對… 他剛剛有 就有一點 這樣就有一點 對… 學習能力好快喔 對 真的很棒… 海綿寶寶嘛這個 對啊 吸收能力很強 太強了 對 既然這樣子 不要只會跳人家毛病 好 你會模仿到你也來一小段 對啊 沒問題 觀眾朋友們 準備好你們的尖叫聲 Let's dance 這個很糗耶 好豐富喔 郭富城啊 你愛愛愛不安 我可以甜甜念念念念到永遠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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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想愛 想愛 原本 總是這麼難 哇 好經典喔 L.A.BOYS C7耶 C7 好厲害喔 她的表情不得了 這美麗新世界 劇情難至於喜愛 怎麼會有點置路的感覺 怎麼會有點置路 一定要等地 為樂 這不是它們的歌嗎 學同動公平 能� Talol 那怎麼會 我怎麼會 1 2 1 3 2 3 最後一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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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扣出去了耶 Oh my God 你從小肌肉跟大肌肉 怎麼能這樣是 大肌肉 大肌肉 原來是 誰要你再 我有幾個問題 這位師主 為什麼在後面要加達摩祖師 還有 我們模仿的都是一些天團 你後面怎麼會中間會有Iceman 我們是天團啊 我們天天的 你這兩個誰做天天的對不對 我們天天的啊 沒有啦 不是 你就這樣撕掉這有想好嗎 你是臨時決定撕掉還是怎麼樣 臨時的 臨時的 你們的T恤都很好撕嗎還是 你怎麼這麼好撕一撕就撕掉 另外兩位也可以說是撕掉 你這樣看起來更奇怪 你這樣好像警察有來臨檢一樣 對不起 對不起… 謝謝阿文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好拼喔 他真的 我還有一招 包偉銘哥哥的一個大招 等一下… 包偉銘叔叔 包偉銘哥哥的大招 阿明叫我四面P 四面P 四面P 預備 好 好 好靈活喔 他真的四面耶 阿文哥哥要不要挑戰 四面P 阿文哥哥不能輸 要不是我的褲子很緊 反正你衣服都破也不怕褲子破 不行 褲子破很糗 我不好怕的 有誰會四面P的 東西… 來 翁宇慶 宇慶 宇慶…來 翁宇慶 加油 加油… 加油… 三… 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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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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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秀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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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者來希 心想嚇嚇不出場 你的角色都很到穩 是不錯吧 我看到這整個漏尿 漏尿 漏尿 方向由阿伯來唱這首歌 送給大家 謝謝 這個表演名當我們就會 考慮不接了 所以我們就不會看到說 我們剛剛一開始沒有把題目說清楚 現在我就要告訴你們知道 題目很簡單 他紅人的第一段表演 接下來還有一段也是模仿的表演 問題不是誰表演得夠不夠像 而是 這段精采的紅人的表演模仿 還有另外下一段的模仿 你們兩段看完之後 題目是 請問 感覺威脅最大 就是他們的表演已經非常精采 你後面出場你會有壓力 你不敢在誰後面出場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們要猜他們會怎麼選擇 對 了解意思嗎 了解 接下來的最難學進化才藝 是以一首歌完成十五人的聲音模仿秀 這位擁有十一年駐唱經驗的蕭伯全 對聲音有著無比精細的操控度 最強歌唱模仿 即將重磅登場 有十一年駐歌 我想由阿平唱這首歌 送給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你哭得太累了 你傷得太痠了 你愛的太少了 你哭得就像是跟我要 我都要來了 所以你幾番歌 幾番歌 緊繳心一腳的 是不是一大關一場解除呢 漂亮哦 不要再問誰是會的誰是傻 誰是誰對誰要會占水 反身錯了 反身輸了 反身自己 沒自棲快點 我不管跪心 誰能 會是明天 我寂我寂 讓心跳東西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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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我寂 我不管穿著 裝著 裝著 你快點都要快樂 把明人當時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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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要讓著 不管了 不想了 不忍了 不要 不開了 相信了 別停擺著 人生分分合合 愛情拉拉車子 一路去去走走 我還是期待 綿綠的心情是 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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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猜忍誰是對的 誰是舊的 誰是誰的 誰要被堅守的 反轉錯了 反轉數了 反轉自己 輩出機會 我不管你是誰的 誰是你的 我是我的 讓心跳當初 當初 當初 反見花瓣 我不管在這這這這 太久太久都要快樂 讓音樂都去 都去 都去 快要冷冷 不快樂 不想了 不等了 不要 不快樂 相信多了 別停擺著 這樣走出來剛剛好 就是大家 我不管你是誰的 誰是你的 我是我的 讓心跳當初 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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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我走 我不管站著 坐著 唱著 踏著 好樂快樂 讓音樂 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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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亮了 不想了 不等了 只是我自分 不要哭泣著快樂 不要哭泣著快樂 不關了 不想了 不等了 不要哭泣著快樂 傷心的人被停擺過 傷心的人被停擺過 謝謝 謝謝 太強了 蕭柏淺 太強了 太強了 來 這裡請來 你還要坐啊 還坐累了是不是 沒有啦 蕭柏淺 厲害了 曾經在這個菲哥的節目當中 是這個 季冠軍 是 模仿的季冠軍 這很久以前了 1997年耶 模仿比賽季冠軍 是… 7年前 當時你才20當歲而已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 那阿扁唱快歌 這個開場太厲害的紀念了 我也是第一次唱到 我相信 其實阿扁 你真的很像 謝謝 很像 一開始很像 哇塞 他的表演 我覺得太厲害了 我不知道 我剛剛聽到還有 模仿女生Billy 通常 我們看這種反傳 就唱歌這種模仿聲音 幾乎沒有女生的聲音耶 而且你跳得好快 一下是國語的 一下是廣東的 你孔要變 一下又有台語音 一下又有這種 就是我完全無法講 楊宗瑋那個我好喜歡 因為他比唱歌的時候 都會激動到自己都要哭了 他剛剛 楊宗瑋幾乎都用哭的來哭了 楊宗瑋唱了幾句啊 人公 instantly 偷瀾 她 bottom 她剛剛唱三個字 就已經開始哭了 對 然後這是 Wagone 我真的 妳很棒 對啊 好感動 你好把我們台灣那個 那個演藝圈演藝 整個演藝變過來 加上真的咻到眼尖 可是我覺得她很厲害 是她聲音很像 像很多人模仿劉德華 都是用哈哈帶過 可是她就是 可是她就唱出來這樣 對啊 很扎實耶 整個人動作都像耶 而且氣氛馬上就High了 還有誰沒出來 妳可以現在再加分 一哥 曾經一妳會嗎 不好意思 好強喔 不好意思…好久不見了 徐老師叫我 走路了… 要聽雞翱嗎 鄭中基 鄭中基的聲音唱雞翱 鄭中基的歌唱雞翱 有誰覺得自己 能夠做到這樣的表演的 有誰 阿姐 加油嗎 RJ 誰誰誰 右小幅的山豬是不是 來 出來 山豬哥 怎麼可能 山豬哥 其實我是被推太出來的 我知道 納豆哥… 我不是磨磨納豆哥 你覺得她剛才哪邊 覺得哪幾個不像 我剛剛她一開歌 我就覺得整個角色都進入了 我覺得很… 每個角色都很到位 是不錯吧 然後我看到 然後就整個漏尿 你知道嗎 漏尿 那你還怕你要笑得好嗎 我沒有想吃到這麼多氣息 那個純然 不是說心不欣賞害不會害怕 純然的 這樣好不好 來一段集錦讓大家看一下 山豬他不是說只是長得胖而已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來一段 來一段來切磋一下 來切磋一下 交流一下 山豬與搭檔加成 要為大家帶來全球都在唱的 Let it go Ladies and gentl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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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豬 Let it go s go s go 楊宗偉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you pay anymore 黎智瀉 Let it go Let it go Tank my biggest standard dog 阿松 我的甜甜甜啊 Let it go 各位感受不了 我就是食尚玩家的配音員 這個Let it go的口感 可以說是外酥內嫩Q彈有勁 非常的好吃啦 蘇打率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you back anymore 李宗盛 Let it go Let it go Tank my biggest standard dog 蕭黃旗 I don't care What you want to say Let it go Let it go Ranger The col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賴世熊 And...對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知道 Ladie Go 是什麼意思呢 Ladie Go的意思 讓老師來告訴各位 Ladie就是女生的意思 那Go呢 就是狗的意思 所以Ladie Go 就是母狗的意思 現在跟老師一起唱 母的狗 母的狗 她每天流浪在街頭 And...對 母的狗 母的狗 她只想有人可以收留 用羚羊 來去代購買 她是我們的家人 她是我們的好朋友 賴世熊 玉宇教室 下次見 厲害啊 你的喜劇效果跟它差不多 可是這個所謂的 模仿的逼真能力有落差 沒有 還沒他屌 還沒他屌 還好還有一個他會幫你配節奏 就是 你又不知道節奏唱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也是我們比較原來的地方 你知道嗎 樂隊在跟歌手 然後一直跟著跟不到 不知道歌手要去哪裡 這是我為什麼今天沒有找 阿咪老師對的樂隊 阿咪老師一定會打你 不是 因為我一定會睡不到 你們這邊有沒有加分題 你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還有 還有沒有 要不要吊漆吊散 來…卡古來 不然他有加成我找香蕉好了 好…找香蕉好了 可是我們這個是真的沒有累過 你們這樣是排擠逸祥嗎 他不是也是六小股 沒有 只是他一個人 逸祥 逸祥平常不太模仿了 好可憐喔 不然逸祥後面辦舞啦 因為他們都出來了嘛 那我既然也沒什麼表演 所以我在這邊宣布 我個人單飛 謝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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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逸祥 卡古 香蕉與阿虎 能否為六小福挽回店顏面呢 你無法在乎 都會給予不掉的翅膀 董工康 我試著飛越那山窗 東西無法讓人體 還是感到很驅傻 我微笑不是夾雀 有沒有來一個東西 戴笠岡 北到陽光 我跌倒是種成長啊 我不是那種是吧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換我 換我 先生 先生 OK 但是為愛浮出瘋狂 為夢受一點傷 是不是我的老天爺 會保護我的信仰 下一句歌是 我不會唱過夜神 來出版的題目 原唱好不好 B 好不好 在 為愛浮出瘋狂 為夢受一點傷 為保護我的信仰 天日的天氣很強 為你說的天狂 誰教我一個人 找不到方向 換我 好不好 讓我們現在把現場 交給我們的氣象主播 仁力宇 臉先生 3 2 1 為愛浮出瘋狂 為夢受一點傷 在保護我的信仰 我是氣象專家 仁力宇 臨時說很從此爽 沒你扶作狂 這些人看我不懈無狂 最後一句 那個 連長李欣文 沒有錯 大家好 我是心病日記的李欣文 希望大家Go to go I'm so happy 想 謝謝 Yeah 誠哥 誠哥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六個啊 本來是六巧服 他們三個表現非常好 叫三傷巧服好了 三傷巧服 賣麵 如果沒有一強就是五福臨本 你知道也不錯 也不錯 我覺得你們真的感覺起來啊 真的有比這個 山豬要好一點 這個三分題 的確有加到分數 掌聲鼓勵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六巧服請回座 謝謝 今天兩位精采的模仿之後呢 讓整個的現場 這個能量到最高點了 好 41位 41位學長學姐們 人人自圍 雖然你們目前還沒有自己的代表座 但是大家對你們已經不陌生 五位最強觀察員 題目就是 他們最怕在兩位誰的後面表演 誰要問 來 那我來問那個Ice Man好不好 Ice Man的哪一位 對 阿文好了 就越來越大 對他有興趣 對他其實都很有興趣 等一下 我先把我的身體收起來一下 身體 那想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曾經在什麼大咖 你知道之後表演 然後就 挖到真的是嚇到的 挖到非常不行 就是有一次我們有個晚會啊 然後就說 Ice Man stand by 因為下一組說換我們了 然後就好 stand by 準備好了 西裝扣好這樣 就準備上囉 好 Ice Man 你們等一下 謝金燕 趕快先上 謝金燕要趕 他要趕車 然後他要先表演 然後我們就 挖曬 怎麼變他們了 變他了 然後他一上去就 掌聲 掌聲鼓動啊 然後一直歡呼啊 然後我們就 我們要不要回家 接下來我們怎麼玩 我們要怎麼玩 脫光衣服跳嗎 還是要幹嘛 這謝金燕 那整個氣氛 我們就是整個壓力太大 因為這兩年他太夯了 怕場子到遠這邊就冷掉了 我們 對 因為壓力太大了 因為你們叫Ice Man嘛 搞冷的 對 就是 哇 這個團名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啦 結果真的上去之後 你們上去之後 真的是掌聲比較少嗎 沒有 上去之後 不要走 都不要走 拜託 給我那個氣氛 要在一起 然後大家被我們大聲回頭 好 就回頭就這樣看 還好下面有些攤販 要不然他們就不會走 因為有些還在玩那個 拌罐牆啊 然後買冰淇淋啊 所以那人潮還沒有那麼快散走 對 難過 我要哭了 下一大跳 怎麼會有這麼鼻酸的過程 就是還好 就是人沒有走一半 對 還好… 他們不想在誰的後面表演 紅的是紅人 對 好不好 藍的就是蕭柏拳 五位最強觀察員 請選擇 好好思考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題 請按鈕 一面倒 三個藍的 兩個紅的 我以我的判斷來判斷現場 那博拳的話 他是因為太強了 我覺得他整個炒熱之後 誰從他後面出來 都覺得有點尷尬 而且下一個表演肯定死 小嫻跟阿本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基本上這種模仿的段子 很多人都會表演 而且很多晚會都會請這樣的人 所以大家看到小朋友一出來 什麼都不用講就是先尖叫 小朋友一出來就是可愛 而且他的肢體又非常的好 他又有模仿新的東西 可是剛才六小福一出來的時候 我也笑得很開心 就有點忘記那個我表演什麼 忘記蕭柏拳表演什麼 就有一點忘記 他剛剛唱什麼 好像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的 我印象超深刻 所以我會覺得 小朋友給的壓力非常快 所以在他後面表演比較吃虧 因為他超帥 他不用唱歌 沒有 而且如果下一個團隊 是Colorboy他直接四面踢 他也來個四面踢 冷靜 跟表演的 你們的屬性無關 全 純然是 他表演的精采度如何 到底是72邊的小舞王 還是聲控魔王 讓演藝新秀們覺得 倍感威脅呢 請選擇 3 2 1 緊張緊張 第一輪國民意見大搜查 哪位觀察員能率先得分呢 台灣電視史上 最慘無人道的通告 你們要幫我保保險嗎 你們要幫我保險嗎 我應該摸不到吧 我真的不敢跳 好可怕 綜藝節目中 最踐踏尊嚴的通告 就是我們到加油站去 然後呢 只要看到有車子需要清洗的呢 我們就會在身上 綁上超大塊的大海綿 然後就幫那些車子 然後就用身體洗車 向紅 就必須挑戰前輩走的路 現在我就要來看看 有哪台車願意讓我洗車 向紅我就要完成這個任務 有人要來洗車嗎 要來洗車嗎 我晚一點 晚一點拉好喔 有沒有人要洗車 是 四十一位演藝新秀 到底是害怕72遍的小舞王 不要不要 還是令人驚艷的聲控魔王呢 請選擇 3 2 1 多一點 黃的多一點… 奇怪 差不多… 好 好 經過計算 就差一票 我的媽呀 藍的20票 紅的21票 恭喜紅得分 怎麼會這麼難選 開始提高讓我知道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有這樣的選擇 這麼難選 那個因為紅人的話呢 我知道他跳舞很厲害 所以我如果站在後面 我可以努力的練跳舞 或許還能情能補助 但是博拳的話 他這種幽默感跟模仿 就是與生俱來的 對 我站在後面我怎麼練 都不可能到他這個程度 所以我會比較害怕 妳怕妳的娛樂效果不及他 對啊 因為這種 練舞只要練得熟練 就可以練出感受了 而且女生嘛 你就頂多 至少還得到一些掌聲 可是幽默感這種東西 妳看看妳腦子裡 都在想些什麼 不是 價值觀 曲老師在現場 不要誤化女性 不是 就是我覺得幽默感 跟模仿這個 我真的是怎麼樣 妳努力也是學不來的 可是程哥 我很好奇耶 對面那個 你們敢… 你們敢在博拳後面出來嗎 我以為你們會怕 就是你們都沒有在怕 你們怎麼可能 老師 我跟你解釋一下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會選 博拳就是因為我賭定 你們這裡帶有六票 結果只有山豬站在我這邊 山豬玩 對啊 搞什麼 對 你們其他五個是怎麼了 因為我們其實剛剛也很掙扎 因為那個小孩子出來 真的太加分 太吃香了 那博拳一出來 其實 如果我們光看到這個表演名單 我們就會 所以我們就不會遇到說 喂 有點自信好不好 你忘記了嗎 你忘記了 哪裡太不接 太詳細了吧 什麼情節 他代表就想不立場 你也太沒有出息了吧 你只是回答講話 為什麼要模仿王中平呢 他有不同的說法 他有不同的說法 程哥 我真的很想說 如果是站在模仿的立場 我覺得紅人他做的 他今天用羅主任的歌 然後串成所有的模仿這樣 這是我第一次看過 這樣的模仿表演 這樣的表演的模式很新 而且又非常的 就是他可以程式得很好 那我覺得 以蕭大哥來說 因為這個模式 其實我們真的看過 真的也滿多的 恭喜小嫻和阿本率先得分 以細膩為健 觀察出演藝新秀的擔憂啊 各位藝人為了希望能夠 補版面 為了希望能夠紅 基本上要紅 要能夠增出 增加肉臉的機會 對不對 我想的無事無所不用其極 每個人都希望能夠能幫自己 讓自己能夠有一個 有一個自己的鏡頭 有沒有 讓他清楚的記得我 我是誰 有沒有 之類的 有...手勢很多 其實常常會聽到有些人會常說 你是藝人喔 了不起喔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句話很不公平 因為藝人看起來我們平常都是 打扮得光鮮亮麗 可是其實私底下我們常常為了工作 有很多的犧牲 有很多的付出是 圈外人看不到的 我們真的沒有多了不起 真的 好啦 馬上呢 想紅是要付出代價的 基本上 到底有就接受過什麼樣 慘無人道的通告經驗 現場大家其實都有 一起來看看 到底有哪些通告 是你可能會不敢接的 請看 新人為了上鏡頭 就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扮醜 穿著暴露 為了節目效果犧牲形象 今天製作單位就找到兩個 慘無人道的通告經驗 看看藝人們曾經為了露臉 而犧牲到什麼樣的程度 危急性命的通告 亞洲天團5566副團長王仁甫 出道至今15年 曾是歌手 主持人 演員 有如此成就的他 也曾有過不願回想的通告經驗 藝人的命真的不是命 我曾經被要求要爬上一個 18公尺高的木樁 那個木樁你連兩隻腳要踩上去 都很困難 爬到最上面的時候 你還要想辦法站上去喔 要這麼想你要怎麼爬上去 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的恐怖 踩上去之後更恐怖的是什麼 前面有一根橫桿 要叫我們跳出去 去抓前面的橫桿 大概有40分鐘左右 我在那邊猶豫到不要跳 然後腳抖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時候進退兩難 因為你沒有辦法往後退 因為下去你也是掉下去 我因為主持了這個節目 投保公司居然要加我的保費 因為他說我們算是 非常高危險的危險區 所以其實當藝人真的很辛苦 大家要三思 到底進演藝圈是好還是壞 製作單位將派出最強特派員 重新體驗 看看究竟有多慘 跳木樁 是台灣外展教育基金會 冒險挑戰的課程項目 首先要徒手爬上 18公尺高的圓木樁 不僅如此 要完成挑戰 還要凌空起跳 抓住前方的橫桿 才算成功喔 哈囉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小豬 小豬今天就是負責 來體驗前輩們的經驗 新人有三步政策 第一個就是 不能說不會 第二個是 再來是 看這麼高 我當然是不敢啦 但是不能說不敢 因為前輩們完成這些經驗以後 都大紅大字了 想必小豬一定要成功 我們首先歡迎我們的副教練 副觀眾大家好 教練 教練 這一個活動有沒有什麼 小豬可以教我 小豬是嗎 所以說除了一無反顧之外 就沒有其他的小豬了嗎 也許 試試看立地跳遠試試看 也許有幫助喔 好 那我現在要來試試看 教練啊 你是在開玩笑吧 這個小豬真的沒問題嗎 既然已經充分練習 那就趕快整中出發吧 好 那這邊幫你製作 最裝備的確認喔 好 比如勾環 兩個上鎖 看來都反穿了耶 很好 那上去呢 有的是勾環 有的是緩快 那就小心一點 慢慢上去 好 六層樓稍微有點喘喔 但是 加油 我現在好緊張喔 站在這裡 穿上這個衣服 你們沒有穿的人 不懂這個心情 但是話說出去了 一定要完成 面子的問題 天啊 天啊 這超可怕的 它這個東西 它這個東西 連我的腳都勾不住 要我踩 天啊 天啊 好怕喔 我不敢往下看 好可怕喔 才爬到一半就這樣 好可怕喔 但是小豬這可沒有回頭路喔 只會越爬 越高 越爬 越恐怖 小豬即將到達頂點啦 恐懼也即將到達頂點啦 但我真的很害怕 不要再來了 快點 完成了 我站起來了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好可怕喔 我應該夢不動吧 試試看啊 你們要幫我保保險嗎 小心 有 小豬即將嘗試跳躍 它能夠成功嗎 我真的不敢跳 好可怕 好可怕喔 我跳了 雙腿直發軟的小豬 這次能夠順利完成嗎 媽 我這樣 媽 我這樣 小豬 你就是在往下跳吧 完全被恐懼感給壓倒了 這可不是教練說的义無反顧啊 我的意思 我小豬立即將也是高速踢你啊 可是你剛上來 你真的很不敢跳 小豬快點啦 這次小豬雖然沒有挑戰成功 但是有勇氣往前跳 就值得大家拍手鼓勵啦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真的很可怕 跳樓真的很可怕 生命真的很珍貴 大家真的要愛惜自己 你知道嗎 我覺得超可怕的 然後千萬不要太好自信 所以說 小豬真的不容易 前輩 敬佩你們 總算體會到前輩們的辛苦 極端恐怖的玩命通告 為了露臉年輕藝人們敢接嗎 踐踏尊嚴的通告經驗 小賢出道十六年 是主持人 演員 也是演藝圈內國標舞的代表人物 而他記憶中備受折磨的通告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賢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當藝人之沒有那麼容易 其實呢 在我還是欣然的時候 當時我記得有個單元叫做 對不起害到你 我們就是要找觀眾來玩遊戲 然後並且寫國字 然後那個時候呢 如果你挑錯觀眾他寫錯字的話 你就要接受處罰 然後那時候我接受的處罰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穿泳裝 然後一開始呢 我們先去泡溫泉 然後等到你要接受處罰的時候呢 再讓你是一個穿比基尼的狀態 然後呢 在一個冰桶裡面 然後全身靜下去之後呢 然後裡面裝水跟冰塊 當你泡進去之後再加冰塊 並且把你的肩膀壓到水面下 所以當時呢 我就是每個禮拜都接受這種震撼教育 當然除了穿比基尼泡冰桶之外呢 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也接受過很多任務的挑戰 就是我們到加油站去 然後呢 只要看到有車子需要清洗的呢 我們就會在身上 綁上超大塊的大海綿 然後確保全身有進到那個 肥脹水 然後確保一定是濕的 可以起泡之後呢 然後就幫那些車子 然後就用身體洗車 當時的主持人 也有這過程先生 我相信你應該還記得 我們今天的終極挑戰就是 將小嫻所說的兩樣難忘經驗 何而為一 特派員能順利達成任務嗎 大家一定以為我現在在北投泡溫泉 享受夏日的日光浴 如果你們覺得我這麼享受 你們就大錯特錯啦 其實我在 洗車場 為什麼我在洗車場呢 因為我要完成前輩的任務 新人有三部政策 第一個是不要 第二個是不敢 第三個是不脫 不能不要 不能不敢 不能不脫 現在我就要來看看 有哪台客願意讓我洗車 要好我就要完成這個任務 現在我們位於自助洗車場 不要以為這項任務 只是全身塗滿泡泡洗洗車 這麼簡單喔 首先必須在37度的高溫下 找到願意洗車的車主啊 有人要來洗車嗎 要來洗車嗎 要來洗車嗎 快一點 快一點拉倒喔 有沒有人要洗車 還有人要來洗車嗎 再來還要克服路人 上下打量的眼光 你要來洗車嗎 你有要來洗車嗎 有 你要洗車 好 那我可以幫你洗車嗎 可以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司機大哥 你累了嗎 嗨 先生 你是來洗車的嗎 有 那我可以來幫你 我媽我們今天有任務要完成 我一定要完成一個任務 那你可以讓我幫你洗車嗎 好 要趕時間 拜託 拜託 真的假的 我被拒絕了 洗車嗎 有人要洗車嗎 大哥 大哥 你要洗車嗎 你們在錄節目嗎 對啊 我今天有一個任務必須要完成 可以讓我為你服務嗎 謝謝 有人要洗車了 終於遇到願意嘗試用人體海綿 清洗他愛車的閃興人士 特派員 你可要使勁的好好洗啊 我要拍自己了 Let's go When I walk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me With the party rock crew All drinks are free We like the rock We love Patron We came to party rock Everybody is on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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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掰掰 任務答答 年輕的藝人們 這兩項哪一個是就算有曝光機會 你也不願意接的通告呢 你要說你喜歡冒險犯難 有些通告你可能不當是 不當作是一個非常吃力的 或者是可怕的事情 但是像我們今天呢 只列舉這兩個 不同形態的通告 一個呢是可怖的 一個是可憐的 對 對不對 其實看完真的有點難過 而且我們的當事人就在現場 想不到想 對啊 我沒想到現在已經都過了大概十年吧 男生還是愛看啊 因為他們現場開心成這樣你看 妳當時穿得算保守咧 因為冬天啊 對 冬天啊 可是妳被塞進那個冰水裡的時候 我看得好難過喔 而且後來那個影片還在網路上瘋傳 有一天我聽到我弟在 就是電腦不知道開什麼東西 我說妳在看什麼 在看A片啊 他說沒有 結果是自己在叫 慘叫 其實看得真的很難過 差不多那時候收視率都有7 我們那時候 所以 所以陳哥洗的時候就掉到1了 對不對 我怎麼看你也在洗 答死也不幸 天底下竟然會有這種通告 覺得這個通告是拿命去換的 製作單位只跟我們說就是 我們要用嘴巴餵熊吃雞蛋 那個熊站起來大概高我大概三個頭 然後那節目叫 他奶奶的熊 之前在演短劇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要扮演那個 人體壽司 覺得果肉對我來說都還算可以接受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分享 你做過接過什麼樣 這令人髮指的 恐怖的 不可思議的通告 像我去年就曾經就是 出了一次外景以後 他這個才可怕 然後我直接就在身上 我直接掉10公斤 在差不多三個月之內 然後因為我本來是很鐵齒的人 結果後來呢 我後來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每一個算命老師 或者是那種 會通那個靈異體質的老師 看到我都說 叫我趕快去 對 叫我趕快去解決這樣 我們相處在都是緣分 大家要珍惜這樣 因為Eason真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好不好 不要開玩笑 珍惜生命 是 現場還有沒有 這些學長學姐們 我覺得這個通告是拿命去換的 請說 對 就是有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去錄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叫 你確定要這樣講嗎 確定 確定是這樣講 沒有錯 單元名稱叫他奶奶的熊 對 那個單元就叫他奶奶的熊 單元啊 OK 好來 叫他奶奶的熊 然後我們當初製作單位只跟我們說 我們要用嘴巴餵熊吃雞蛋 真的熊嗎 真的熊 可是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奶奶養的熊頂多就是小熊很可愛 用嘴巴 像維尼一樣這樣 對 應該很可愛之類的 一到那邊之後我發現 噓 根本不是你知道嗎 那個熊站起來大概高我大概三個頭 應該有 怎麼恐怖很危險 站起來高你三個頭 差不多 就是動物園裡面台灣黑熊這樣 那不是190 快快200公分 差不多200 對 對… 姚明的身高真的 然後很大很寬 大灰熊 我只是先拿一顆蛋在外面而已 他那個爪子的指甲大概有8公分 他就這樣一抓 然後蛋就直接插在那個他的爪子中間 然後就這樣抓進來就吃了 嚇到 他突然嘴巴一張就發出一個嘴巴 可是也不是熊可怕 可是真的很嚇人 然後我們三個都團開 我說不要鬧 讓他好好玩玩這樣子 他就把我推進去了 對 然後後來之後 我還是有用嘴巴餵他啦 不過他還是過來用手用指甲 就擦那麼一點點 因為他還是我靠近我就不敢動 然後我就嘴巴咬著蛋 然後我就閉著眼睛 因為我真的不敢看 然後我就 只有一個感覺就一陣風就這樣咻 然後蛋就 我輕輕喊著嘛 然後指甲一樣又把那個蛋傳過去 然後就拿到嘴巴裡面就 這最危險的啦 他的指甲就像是吃西餐的叉子一樣 就很像金剛狼的爪子你知道嗎 金剛狼 他一不小心就破相了 他整個刮破了 對 之前在演短劇的時候 有一次要扮演那個 人體壽司 就是我要脫光衣 人體壽司 什麼鬼吃啊 給誰吃 誰想吃啊 到底 反正我要全身裸肉 上面擺那個生魚片這樣子 可是 我覺得裸肉對我來說 都還算可以接受 可是 你有沒有想跟我們看的 他那是節目要求 而且是我喜歡 我這個必要 怎麼都沒問過觀眾的感受呢 他們就說就是 我看起來比較性感一點 好 讓他講完了 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裸肉還可以接受 只是 最不能接受是他旁邊插了仙女棒 因為視覺效果 他希望端出來是 還有仙女棒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自己本 你沒穿衣服 我沒穿衣服 可是這個會痛啊 對 如果萬一仙女棒 倒下來會到我的身上 因為我之前有經驗就是 我不小心把仙女棒插到腋下 然後他大概兩個月才還好 對 所以我對於仙女棒是非常害怕的事情 請問一下那個是什麼習慣 仙女棒插一下 這是什麼習慣 他幫我點火 他幫我點火 然後我就說 你小心拿給我 然後他一拿給我說 好可怕 然後就插下去 他就提我刀 好危險喔 對 因為我真的很怕那個會燙的東西 對 然後我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說 然後我就看到工作人員這樣 嘿嘿 怎麼辦 然後我就越聽越可怕 然後他就仙女棒插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覺得 我這一倒下來就受傷了 對 我很怕 絕對 絕對煮傷 仙女棒我就想到一個 那個 那個 元宵姐眼水風泡 然後我們去介紹 哇 那個 那個 當地的那個代表 看到我們來好興奮喔 準備了 三百隻要讓我們體驗 然後呢 我們就轉酒瓶 轉到誰誰就去被炸 還有好險不是轉到我們 想說 Yeah 這一關過了 沒有 晚上他準備一千隻 等於我們幹嘛 全部炸 炸我們 然後製作單位就說 這個會 你們被他炸過 你們工作者會 你們工作者會 這什麼話都說出 對 你們會接到很棒的通告 你們的工作會更上一層樓 看這些人是 結果果不其然在那之後 他們覺得我們好像發展越來越好 於是就特別企劃一個叫 虎爺愛吃炮 虎爺愛吃炮 所以我們要去扶虎爺的轎子 每一個人 他就準備了 而且是像 台炮的 像林蔭大道這樣 一串…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扶著那個 虎爺的轎子衝過去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裝備 比方說絲毛巾蓋那個頭 然後戴帽子 然後我就把那個棉花塞耳朵 想說應該沒事 結果就在要出發的時候 來囉 一路上就在我耳朵上面 一直炸… 炸一整條路 我那一集錄完之後 大概那一年的接尾牙我聽不到 只要發生 就是舞台上有中低音 我的耳朵都聽不到 對啊 很嚴重 聽力受損啊 對啊 可是沒辦法 就是烘牙愛吃刨 會越炸越旺 那個還在信嘛 然後那個 就是我們去拍一頓全通心菜 然後那個泥土呢 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可以拿來敷臉 就是皮膚會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啊 可以敷臉 妳真的好單純喔 敷的整個臉都是 然後那手背這邊也補一點 然後整個飯就 而且味道怎麼怪怪 他說 這個昨天剛施肥 都是大便 全部很臭 都是水肥 而且我們是等到乾了之後 才跟我們講 妳們有聞到臭味嗎 就是覺得怪怪 臭臭 可是他們就說 因為那個有礦物質 然後對皮膚會很好 這太容易騙了 老闆還說 是我自己親手施的喔 我每天都有喝礦泉水 很多礦物質 全身抹大便 我的媽呀 誰受得了啊 很辛苦耶 藝人 好 聽完大家恐怖的通告經驗後 到底41位藝人新秀 會拒接危機性命 還是踐踏尊嚴的通告呢 準備進入觀察員的取樣時間 身材好的女生 很容易被要求露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問 醫神 張詠欣 對 要是有些整人節目 因為我們知道妳身材很好 那會 假如她希望妳用身體去 誘惑別人 然後 裸露誘惑別人 妳會願意答應嗎 裸露是可以 但是用海綿那個真的不行 海綿去洗車的話 妳覺得這件事情 絕對反而被屈辱了是不是 對啊 就是好像 其實像那個小嫻姐姐之前的那個 被壓著那個 我剛剛看那個 妳的嘴唇都發紫了 然後妳跟著說 沒有... 我們班上來真的 都以為我中毒 妳太樂觀了 小嫻 沒有 我從國小就這樣 他們都以為我中毒啦 所以還好啦 我事實上真的很冷啊 那時候 好 謝謝張詠欣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就是 我想問山豬 山豬來 請拿回答 就是 我看妳就是一直很...很勇敢 然後不屈不撓的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待在演藝圈 其實也跟她合作過 然後我覺得 我想問妳說 妳會一直想要當藝人 可是有沒有可能到 妳要發生什麼事情 會讓妳放棄想要當藝人 就是看 當人家不要我的時候 我就會放棄了吧 誰不要 就是當沒有人 當妳沒有利用架子的時候 就可以放棄 妳可能半年都沒有 接到一個通告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山豬她已經 遇過了耶 第一個她 她已經發病過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在醫院裡面已經 永遠動不掉 然後直接送醫院 但是她都沒有放棄過 我覺得這一點很厲害 就是... 真的 就是身體... 身體沒有辦法 那時候才會那個 妳身體的健康 有已經出現警訊了 但是現在有在運動 應該有比較健康一點 還好我跟她合作過 她那時候反串跳鋼管 山豬 真的喔 她跳得真好 轉兩圈 還轉得到兩圈耶 就是這樣插機梗塞 對啊 山豬跳鋼管 真的耶 我們心平氣和的往下面走 紅色的就是有生命危險的六層樓 藍色的就是丟臉的通告 五位最強觀察員 哪一個不接 妳認為他們會不接哪一個 準備 請選擇 請按鈕 她認為洗車沒什麼 比基尼洗車沒什麼 司馬小姐 對啊 對啊 因為我當時真的覺得 就是還好 可是事後回想起來真的覺得 滿糗的 很奇怪 而且我們那時候後來連洗到 對啊… 是真的滿糗的 但我覺得剛剛看大家看影片的反應 他們看得好開心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滿想嘗試的 而且現場很多男生啊 但阿伯不是不想 我覺得可能他們會想要自己 在新人的時候還保留一點質感這樣 就會怕這樣 就會覺得很害羞這樣 然後可是跳木樁 如果你挑戰成功 是很帥的一件事情 崔佳瑞老師 我覺得你跳那個木樁是不是 或許他是勵志的 但是你必須先 要簽切結書 如果發生任何意外的話 你怎麼跟你家人交代 然後年紀這麼輕 剛出道 你知道什麼會紅嗎 什麼在網路上會流傳嗎 就是小嫻那個影片 到現在還在傳 她弟弟還看到什麼 危機性命與踐踏尊嚴的通告 41位意見團會如何選擇 而五位觀察員的命運 會在第二回合後 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請舉牌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新鮮素人來搶飯碗囉 性感的身材 迷人的雙眼 她就是即將席捲窄窄界的未來女神 郭雪芙 退位吧 身材很像凌恩啊 好大眼淚 她的音樂 她的聲音會讓人中毒上 我發自內心很高興你是台灣人 危機性命與踐踏尊嚴的通告 41位意見團會如何選擇 每個人參考自己的想法 紅色25票 藍色16票 恭喜 紅色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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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是比較害怕對不對 死都不會接做的是 跳木樁的通告 死都不會接 為什麼 我原來是選藍色的 然後剛聽曲家瑞老師的 解釋我就改變我的 她說可以 她保證洗得很有質感 所以你就答應了 蛤 就是因為 耳根子也是軟 我們現在還在看那個 那個小嫻的影片 很High的樣子 所以是有 是有 因為我 我本來就蠻喜歡玩高空彈跳 然後還蠻想要嘗試那種 飛機上跳下來的那個降落傘 所以我覺得目中不算什麼 恭喜三位美女觀察員各得一分 而小嫻目前暫時領先喔 國民意見大搜查 誰會紅得比我快 在演藝圈 每隔幾分鐘 就有一個新人誕生 在如此激烈競爭的情況下 就必須要 有出色的外貌 魔鬼的身材 還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才藝 和搞笑的特質 而今天 我們就把三組 最愛搶飯碗的新人聚集在一起 在座的四十一位藝人們 會不會因此感覺到 危險啊 第一組我們邀請到 即將席捲宅男界 美爆阿宅小宇宙的未來女神 莊于軒 性感的身材 迷人的雙眼 雪布姐姐 一不退位也不行啦 各位哥哥姐姐們小心喔 我是一旦宅男女神 一旦我莫屈 晚上歡迎第一位新人 莊宇軒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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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這圈子裡面有沒有什麼目標 誰是妳想要仿效或者超越的對象 Selina 妳不能說她人不在就講這個幹嘛 Selina 為什麼是Selina 為什麼不是Ella 不是Hippie 希望可以跟她一樣積極正向 積極正向 遇到困難 就是不要 不要放棄 對 不要放棄 Selina真的很勇敢對不對 對 妳現在表演什麼 跳舞 跳 跳可愛的舞 跳可愛的舞 可愛的舞 她應該也只會跳可愛的舞 歡迎莊宇軒 加油 加油 第一道贏力 海嘯來囉 еч Bru 哇 哇 9.9 我知道妳會威脅到誰了 誰 就是孟孟姐姐那些人 有一個姐姐 泡芙姐姐 她是不是跟你同一路的 就是可愛的路線 對不對 妳怎麼是什麼樣的姻緣際灰 讓妳跟這行業有關呢 妳是處心基地的還是無心插柳 這梗超老的耶 我小時候就聽過了 怎麼說是無心插柳 在路上被經紀公司遇到 在路上被遇到 對 開始拍一些平面作品 宅男女神 這是不是妳要想要 想要努力的方向 對 是啊 嗯 那怎麼辦呢 妳又不能 又不能說不要走 那妳要什麼 妳要玩哪一個 可愛 可愛的路線 可愛三連拍準備 喔 可愛喔 喔 可愛 陳哥可愛 三連拍請準備 第一拍 第二拍 好可愛喔 好年輕 好可愛 好可愛 大香蕉酒酒 好可愛 讚… 好可愛 好可愛 下一條可愛三連拍準備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我純粹就想性感 沒有 只是想性感 你看 宇宙要這樣才 對啊 因為她一定很漂亮可愛 但她就要裝鬼臉半醜 所以我說 宇軒你如果 我剛沒有裝鬼臉 我很認真在擺 你第一個不認真 很認真 那是性感耶 你覺得我在裝鬼臉 對啊 擺得這麼認真 所以妳在裝鬼臉 好好笑 沒有 所以我說反差比較好 所以我想說 宇軒你可不可以擺幾個 就是比較性感 對… 鬼臉1 有… 2號鬼臉 厲害… 3號鬼臉 好可愛 不錯 可愛多了 還是可愛 你剛剛這樣人性化多了 對 多了 甜美度直逼侯沛纏的余軒 看起來是否 剖去宅男女神之姿呢 接下來登場的這位 大家可不要因為她一臉憨厚 就低估了她那 核彈般的威脅性喔 因為在她身上 裝滿了隨時都會爆炸的 創作能量 胡東穎 一個沉浸在吉他世界的大男孩 靠著一把吉他 彈指尖的功力 在各個大大小小的比賽中 獲獎無數 是位名副其實的賞金獵人 她的吉他創作 更是備受肯定 在全世界的華人裡面 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 像她這樣的音樂 我認為她是唯一 她獨特的唱腔 竟神似李全 還曾擔任華人星光大盜的PK大魔王 如果大家會表達自己 可是我的音樂會 這位滿強的 他得好多獎喔 曾經得獎 我們把這個人叫出來 一起來聽聽看她的輝煌的戰績好了 好不好 這位聲音非常有特色 身陷迷人的這一位 才22歲的胡東穎 歡迎 歡迎 帥氣的盧廣仲 妳這個是什麼 一直很好奇 這不是清那個鍵盤還是什麼 那是塞靴子的是不是 這個是 妳手邊有多到這樣子啊 其實我們想多了只是擦手汗 他們有特別意義 妳有手汗喔 我有手汗症 妳算不算是個創作型歌手 對啊 算喔 妳的靈感怎麼來 就每一首歌都不太一樣 然後 不然 我 那就是 態度不是很好 當然都不一樣囉 像我有一首歌是 等一下要表演的歌曲 它是 我自己很喜歡流浪 然後我都會到 路上去 自己很喜歡的什麼 流浪 妳很喜歡流浪 才22歲 晚上的時候 然後在那種 大台北的街上行走 然後去 然後就晃 閒晃這樣 帶來吉他嗎 在街上響 響旋律 然後響和弦 然後 所以夏小哥就是這個靈感 就這樣來的對不對 對啊 歌名叫什麼 歌名叫做都市遊俠 掌聲歡迎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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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在領導路路上有貪圖了解是個創辦 不怕人敢 貪圖至於王位的腳步 填了一盒香煙在旅上跳舞 這是我的領土 就由我做主 不是不會睡覺 是我不愛了呢 獨得誰說是因為 她也寂寞難逃 不是不會睡覺 我想再改靠 沒有人能想到 沒有人能知道 路是個夜 還在今晚沒人關 歌曲 李宗盛 嘗試鼓勵 好好聽喔 東東 看到你唱歌彈吉他 我發自內心很高興你是 就是有一種驕傲 好棒喔 我沒有哭啦 但是我是真的感動 因為我會覺得 你代表台灣出去不管去哪裡 我們都驕傲 你參加過這麼多的歌唱比賽 因為你是賞金獵人 而且到處不是冠軍就亞軍 一定的 對不對 那有沒有最難忘的一場比賽 它是一個下緣創作的比賽 就是我唱歌前就是會習慣吃一點 麵包 墊肚子 然後 講快一點啦 嚇死人了 快一點講 對 然後 吃一點什麼 那一次太緊張了我就 我就 吃一吃然後就不小心 想要打歌 然後可是 我找不到 歌曲的那個 休息的地方打歌 沒有空檔可以唱歌 沒有空檔 沒有空檔 一個吃太飽想打寶 一個 一個吃太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打歌 後來這歌怎麼解決 後來就是 我就用很奇怪的音色唱完它 你不要示範一下 可以示範嗎 可能是 然後 就 一直有這種小大哥的感覺 就是聲音會變比較低 那你要什麼樣的車呢 什麼叫什麼樣的車啊 要不要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最新的馬車系列啊 那是南瓜馬車的意思嗎 後座啊 後座啊 還會搭配一個壞媽媽 和兩壞姐妹你知道嗎 她也被有個席卷的啊 什麼好笑 什麼好笑 我可以再親妳別的創作嗎 有關於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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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依妳看這食物的這首歌名叫什麼呢 叫 起司焗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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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吃 起司焗烤 來 預備 有畫面 嘟嘟嘟嘟嘟嘟嘟 慢慢說臉皮想敞不住0好 就吃過一口才會值得 嗚 這種感覺怎麼奇妙 怎麼我的心臟一直 不痛不痛大挑 吃一口起司去卡 一點夢一點微笑 再一點微熱擁抱 我都掉進啊的牽頭 吃一口起司去考 想問你最近好不好 吃一口起司去考 想問你最近好不好 再一點微熱擁抱 我的了解愛的程度 我愛你知不知道 很好聽耶 陳真哥 我知道這什麼了 我知道這什麼了 她的音樂 她的聲音會讓人中毒上癮 第一首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她在唱什麼 我就想說語言無國界 她可以是法文 可以是中文 可以是英文 可以是拉丁文 然後對面的人都五沙沙 可是奇怪 第二首 我沒有字母 我完全知道她在唱什麼 我跟上她的頻率跟她的節奏了 好容易一次就懂 她身體有個老靈魂 那個荒涼的感覺 真的 然後她很奇怪 她的音樂是沒有規範 沒有規範 然後可是很隨性 很具感染力 很渲染力 然後很冷 她不商業 但是第二次我們 大家是不是都懂了 全部人都在搖 你就知道她講什麼 最後給我一個擁抱 我愛嘛 這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 她是一個魔幻 是一個魔術是不是 我沒有字母耶 聽一下音樂那個洞鼎樂團 其實我的感想跟那個喬喬一樣 就覺得聽到這樣的音樂 就很想要 就很驕傲 而且很想參與她的製作這樣子 就我可以想像就是她的音樂 製作好之後 會是什麼樣的模樣 你為什麼會 這個爵士的這個執法 或這個風格會這麼的 去街頭上面學到的 妳可以告訴我 哪一條街道聽的都是Jazz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 我就常常在路上散步 哪一條街啊 你都哪一條 我也特地走走看 你都在哪裡走啊 你不要 這沒有禮貌 你都在哪一條街出沒 我最喜歡去淡水走 淡水啊 非常的精神 加油 吳東穎 謝謝她 謝謝 很棒 看完了吳東穎之後 接下來又會是哪一組的 何方神聖 她有多麼的厲害呢 來看今天最後一組的VCR 大家好 我是阿達 我是公公 我們是打康.com 這對新崛起的雙人搞笑團體 連號角翔起也要靠邊站 他們將表演結合了 現代生活周遭的大小事 以最原創 最貼近原心的搞笑方式 為表演藝術帶來新氣象 我們現在就來問問 周遭人對他們的看法吧 達康啊 不錯啊 這兩個年輕人 滿上進的 也有一點好笑 他們每一場表演我都會到 就之前有看過他們的演出啊 我覺得很特別啦 很印象深刻 來勢洶洶的達康 他們會有什麼話 想對41位藝人說呢 小心喔各位 我們來搶你們的飯碗了 不搶飯 只搶碗 不搶飯 只搶碗 知道怎麼搶 先起來要把飯吃完嗎 現在就來看看這組 大膽嗆嗆的達康 帶來什麼樣的表演 好的馬上就要歡迎這個 非常非常來勢洶洶的搞笑團體 達康.com精采的表演 歡迎 大家好我是阿達 我是康康 我們是達康.com 大家好 大家好 有時候我在外面趕時間 要去哪裡的時候 就會打計程車嘛 對…隨便攔一台這樣很方便 隨便攔一台是很方便沒錯 可是有時候攔不到的時候 你就會打電話叫車 你說打電話給計程車行這樣 對…譬如說我今天要來南港 中式錄影嘛 很趕時間 又攔不到車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計程車行 像這個樣子 達康.com精采車行你好 你好 我要交一台車 我有點趕時間 好 那先生請問怎麼稱呼呢 我姓陳 小陳你好 只是叫小陳嘛 那先生請問你現在的位置是 我在那個中山北路 跟明泉東路的交叉口 先生不好意思 那這個時間點 可能那個車流量有點大啊 那我們可以改約其他地方嗎 這樣 什麼叫改約其他地方 像是 明泉西路站 捷運站門口怎麼樣 那我不會直接搭捷運就好了 也是啊 那先生請問你要前往我的那個 目的地是哪裡 南港 南港 那請問你要到南港的目地是 是說在電話裡面不方便說是吧 我才不是不方便說 是不需要跟你交代啊 不是啦 我是希望先幫你跟司機大哥 找一點話題這樣子 不需要 我跟司機大哥不一定要聊天好不好 好 那我幫你挑個歌聲比較好的好嗎 對 也不需要 我們要聽司機大哥唱歌啦 直接幫我交一台計程車來就好了 好 那你要什麼樣的車呢 什麼叫什麼樣的車啊 我要不要參考一下 我們現在最新的馬車系列啊 什麼年代啊 還坐馬車有夠慢的啊 不是 我是說我們那個汽車的造型像馬車啊 蛤 對 上面還有那個南瓜圖案 很可愛的那樣 是南瓜馬車的意思嗎 對 我們司機大哥呢 還會打換成那個小仙女一樣 你知道嗎 有夠不舒服啊 叫司機大哥不要打扮成小仙女的樣子啊 我們那個後座 後座 我會搭配一個壞媽媽 和兩個壞姐妹你知道嗎 配備有夠齊全的啦 對 都不需要啦 直接幫我交一台正常的四個輪子的 汽車計程車來就好了啦 好 那先生你電話不要掛 等候聽取車號 有夠麻煩了 下次不要叫這一家 您的車號是3772 3772 我不答了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們應該發展過好多段子 起碼有幾十個吧 我想 對不對 所以兩位基本上 有很多很多的公開演出的經驗 基本上 我們做舞台的演出比較多 舞台演出 對 就在舞台上面做脫口秀 雙人脫口秀演出 雙人脫口秀 會有吐齊的時候嗎 一定還是會有吐齊的時候吧 大吐齊也有 是脫口演出的還是旺詞還是什麼 旺詞也有… 旺詞怎麼辦 像他有一次旺詞 然後就繞到最後面去 然後就想說好啊 那就繞到最後面去 結果他又給我繞回來 劇本上… 我那次下台還爆哭耶 真的喔 很難過 很痛苦 他說我想要被 我想要去死這樣 剛對他們的表演 臨時為我們節目想的一個段子 感覺如何 聲音 我們辨識度最重要 第二個就是 你們的品牌是什麼 你知道 就是你應該在不斷地 在你們段子裡面 要講你們是誰 你是誰 他是誰 你是誰 其實大家忘記了 我們可能記得你穿的西裝 可是不會記得是誰 演出完之後 就只記得我們叫車 可是對你們兩個是沒有印象 所以我覺得這會比較可惜 你有沒有加分 你可不可以讓我笑一次 就直接新的 就直接新的嗎 有新的 有新的 最近剛好在排練有新的 大家好 莎達 我是康康 我們是 達康.com 大家好 現在網購很方便 真的 常在網路上買一些東西 真的 那下次約一起啊 網購怎麼約一起啊 一起用一台電腦嘛 也太結一點嘛 是怎樣 我用滑鼠 你用鍵盤啊 沒有 都用滑鼠啊 你用左鍵 我用右鍵啊 也太結一點點嘛 我用左鍵 你用右鍵怎樣 玩蝶仙喔 蝶仙會自己動好不好 我知道啊 那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在講網購好不好 網購 現在網購很方便嘛 對不對 而且他們現在都會用宅配到你家 像這樣 喂 先生 我這邊是宅配公司啊 你好 你是不是昨天在網路上面 有購買一件商品 有 好的 那請問你現在在家嗎 我在家現在方便 那我跟妳約大概 後天下午的時候方便交貨這樣給我 那你問我現在在不在家幹嘛啊 不是 想說如果你不在家的話 就不好意思去打擾你了這樣子啊 我不在家 你要怎麼來打擾我啊 不用從那麼前面開始啊 不用從那麼前面啊 直接也到我家門口就好了 家門口的 對…好… 叮咚 卡啪 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需要啦 不需要啦 在門口就好了 在門口… 拖鞋幹嘛 不是那個問題啦 不好意思… 搞什麼鬼啊 那個管理員先生 請問一下那個陳先生在家嗎 我才不是管理員先生 我就陳先生啊 好 那請問一下那個陳先生 請問那個陳先生在家嗎 哪個陳先生啊 我就是那個陳先生啊 你就是這個陳先生啊 對啊 你就是那個陳彥達陳先生啊 等等… 這個不之所以的笑容是怎麼回事啊 不是啊 你看起來 偷看我買什麼 搞什麼鬼啊 講偷看太難聽了吧… 什麼講偷看超難聽的啊 偷看剛剛好而已啊你 沒有 我不小心… 不小心的啦 你說東西不小心掉出來嗎 不小心忍不住打開來看這樣啊 你們都是偷看啦 搞什麼鬼啊 你完了 我要跟你的主管客訴 先生 拜託… 你不要客訴我啊 幹嘛 知道怕了喔 如果你客訴我的話 就是要讓你被發現啦 不然客訴你幹嘛 先生 你真的不要客訴我啊 怎樣啊 我的老家裡面 只剩下我一個母親 和一個父親啦 就兩個都在啊你 不要分開講啊 超正常的啦 先生 拜託你 真的不能客訴我 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啊 蛤… 如果我失去這份工作的話 我就必須要在我老爸的那個大企業裡面 當米蟲了你知道嗎 有夠好的啊 超羨慕你的啦 真的…真的…真的… 不要客訴我 拜託你 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 我不想要當米蟲 真的嗎 真的 對不起 好 看你有反省的意思算啦 OK 謝謝你先生 那請問幫我牽收一下好不好 有筆嗎 筆啊 沒關係 等一下 我記得有一個人買了一支鋼筆好像 完全沒有要反省的意思嘛 謝謝大家 都好笑… 這比計程車好笑 你們應該直接拿這個就要出來了 對嘛 這好笑多了 徐教睿老師滿意嗎 當然滿意 我剛剛馬上就笑了 而且越笑越大 我不斷 我後來已經忘記看我的手錶了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 才是自然 三組新人哪一位正式出道 會讓意見團倍感威脅呢 就讓觀察員從去一樣調查中 找出點蛛絲馬雞杯 想看到他們直接威脅到了 就是六小福 那我覺得六小福我想要問你們的是 那你覺得你們的特色 你們贏過他們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梗就是設計是對話的部分 那個會滿有深度 然後是靠節奏的 那是靠節奏的 那是靠節奏的 跟我們就是有時候是想梗 想完之後再去 再去做段子 是比較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各有特色啦 對 不分宣制 對 所以你一點都不覺得 你一點都不覺得你們會贏過他就對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互相學習 因為我也很喜歡這種日式慢財的東西 好了 現在準備 你們認為 誰最能夠威脅到上面的學長學姐們 這41位藝人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最擔心誰的出道 Oh my God 目前只有Eason 你沒分數 分數最高的是小嫻 我想一個不小心 搞不好你就得到我們今天的和牛大餐 目前你分數最高 你現在兩分 對 最強觀察員請選擇 莊魚仙的紅色 吳東漢的藍色 還有達康達康的綠色 請問哪一組最能夠產生威脅呢 請按鈕 哇 四位選吳東穎 只有Eason一個人選擇 Eason這個毒很大耶 這三段就是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達康啊 吳東穎 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威力的來源 我也不想 我覺得這幾年演藝圈在轉變 然後我覺得觀眾會吃有才華的人 如果今天有一個經濟公司在現場 三組 吳東穎是可以立刻出道的 他可能明天拍個照 唱片封面然後錄音把它製作完成之後 他八首歌就可以出一個迷你專輯了 一票投給達康 四票投給吳東穎 對 誰是最可怕的魅力狂潮 誰能夠一炮而紅 威脅到所有在在前面 在整個過程當中演藝工作 努力的所有的學長學姐 女神星秀 天才吉他手 還有最強搞笑二人組 41位意見團會做出什麼決定呢 究竟Eason會拿下這一分逃離地獄 還是讓小嫻抱得和牛大攤而歸呢 請選擇 3 2 1 切舉牌 藍色跟綠色 都很多… 藍綠…快點… 好 紅色的投給庄宇軒 庄宇軒的是1票 吳東穎的是30票 投給最後達康的是10票 恭喜選藍色的獲勝 恭喜得分 Eason 掛蛋 好可能 聽一下 為什麼米特你會選擇庄宇軒 只有你一位 來說明 他出道的話我會分心 你會分心 很邪惡的耶 感覺 太可愛了 我可能沒有辦法專心在工作上面 所以會是最大的位置 你來這個行業是來找對象的 你整個定力很不夠耶 你整個定力這麼差 恭喜小嫻贏得和牛大三 現在就來看看Eason 濕聲尖叫的口不貼塔路 他還特別要求 想要邊走邊唱 這樣才能打歌 宣傳他自己的單曲 我覺得這一公尺好漫長喔 加油 Eason OK 第一個會是什麼呢 第一個會是什麼呢 第一個會是什麼 請開 你醒來發笑 什麼 什麼 好多東西喔 你要唱歌 你醒來發笑 這裡面 你醒來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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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第二關 10秒啊 來 他真的吐了 正下去 正下去 30秒 正式一下 好多命喔 你醒來發笑 我發笑 還有15秒 我只能發笑 最後10秒到處 最後10秒到處 加油 不能錯 現場 5 4 做到了 3 2 Eason加油 第三關 撐過最後一個 往下 來 10秒 現場10秒到處 來 準備 5 4 3 2 時間到喔 好 今天的終極 懲罰 就在Eason鬼哭神豪的天堂路下 畫上句點 下週又有什麼恐怖的懲罰呢 最強大國民 我們下週見